Insta 360出手机稳定器了 对 就是Insta影视360出手机稳定器了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跟您一样也是一蓝蒙蔽 Insta 360就是那个做360全景相机 号称打败一切相机防抖的那家公司 居然出手机稳定器了 我还纳闷 说难道是因为他们全景相机做得太好 在市场独孤求败 他寂寞特意到手机市场来过来找找刺激吗 别的不说 先把机器寄过来我看一眼 手机稳定器 其实各个厂商的功能都是大同小异 都是为手机拍摄视频的时候 提供一个平滑稳定的画面 Insta 360flow也不例外 但是这个稳定器跟别人厂商 不是断网了也不是画面断了 是我自己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思路断了 说实话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 我想为什么Insta 360还要做手机稳定器 在看到产品的性能参数 我觉得Insta 360的工程师和产品部门 可能认为手机稳定器的性能 还有可优化的空间 还能为客户提供更完美的产品 我就开始拿着Flow 在各种场景 各种环境里边疯狂进行拍摄测试 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切身使用 我忽然意识到我对这款产品理解的方向可能完全错了 手机稳定器用来干什么 拍摄是手机的事 手机什么画质咱们都得用 每个人心里都有数 稳定器是拍摄的辅助工具 它的操作应当越简单越好 它的存在感应当越少越好 在使用Flow做产品测试的时候 我去了不少地方 有带着它专门开车去有风景的地方 也会在自己闲逛的时候带上 周末一家人出去散步的时候也会揣在身上 这几周正在看房子 干脆顺顺顺顺也带上 据我观察手机稳定器 在房地产市场使用的还不少 结果拍着拍着 我忽然有一天意识到 为什么要钻死活动 研究它的技术性能呢 这是一支让我用起来存在感非常低的 一款手机稳定器 这感觉就足够了 这种想法是突然意识到 那一天去CD测试拍摄 拍了大半天走得一会儿累 就在街头买了一支冰激凌 香草奥利奥口味 冰激凌蛋筒拿在手里每吃一口 又甜又凉 特舒服特高兴 这种只属于自己的小幸福小满足感 像极了我当天拿着 Insta360手机稳定器拍摄时的感觉 那天拍到了穿过城市的人群 拍到了金色夕阳下 雅拉河金灿灿的仿光 旁驼大雨之后呢 带着点蜂蜂味的清脆的草瓶 还有黄昏前半小时 城市的移动岩石 晚上回家走出车站 还有那一抹惊艳的夕阳似火 每个镜头只有短短的几秒钟 并不长 一手冰淇淋一手稳定器 觉得眼前一切都特别美好 我就这样幸福的拍着 糖脂肪光线运镜构图 我快乐的要素 就是这么简简单单的草期了 其实对于拍摄 大多数人不需要如鸡似渴 费极忘食 摄影也不是说 非要太多的硬件的投入 背着几十斤重的摄影器材 还是跟苦行僧一样 其实拿着手机和稳定器 在街上乱走乱乱拍 能够体会到摄影拍摄 就是一个很幸福的事 用手机拍摄 当然会有遗憾 看手机上的素材 事后总是会想 哎呀我要是带在打相机 那就好了 但不正是这种 哎有灵机一动这种拍得到 才能成就之后的拍得好呢 在无边界的生活里边 用取景框记录下动起来的时空 谁说摄影就一定要漂亮 谁说就一定要别人喜欢 它也可以是那种 恰巧捕捉到的小幸运 或者是自己才能的恶趣味 谁能在每天经过的路上 发现可拍的东西 那才是真本事 我看到了 我拍到 这波不亏 说回到今天的主角 之前我可能更关注技术的更新 反而没有关注产品使用上的切身的感受 似乎参数表上的技术进步 才是更新迭代的唯一标准 现在我有点理解 Insta360的产品和研发部门的初衷 是用软件应用的便捷 还有硬件设计的一体化 给使用者一种从内到外的 无存在感的使用体验 在软件上 它有那种自动连接 就能自动开启的APP 拍摄时 有人物主体深度识别 我在拍自己看房和街头画板的时候 就用这个深度识别的功能 稳定器往地上一放自动跟踪 不用操心主体 移动重新构图 自己出门不求人 这种无存在感的设计 还体现在一些小的细节上 你发现flow上完全不需要失手绳 因为用两个手指一勾 正好这么踏实的拿着 我相信这是Insta360有意为之的设计 让手机稳定器在无存在感的使用上 更完善了一步 好了 Insta360 Flow的心思 我慢慢的接近了 咱们节目继续 看看flow具体还做了哪些设计和功能 你别说接到之后 第一感觉 这东西还挺漂亮 GB是这种半透明的透明壳 可以看到里边的电路板 我觉得 但凡是对自己的产品做工有信心的人 才敢做半透明壳 不信的话 你就在家里找一个还算看得过眼的电器 你把它拆开看看里边电路板什么样 你通过半透明的壳 你可以看到电路板上一行小字 刻着Insta360的公司的slogan 叫Thinkboat 翻译过来叫大胆思考 手机稳定器flow 一定有它自己不一样的地方 这个稳定器跟别人厂商最大一个区别 其实就是它自己的设计 首先你看到它用了一个直壁的设计 让它在折叠的时候 整个体积变得非常非常的小 然后在打开的时候 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什么 折叠刀 你看啊 只要一折 直接就可以进入到拍摄的状态 除此之外呢 小小稳定器里边还隐行了很多其他的功能 它带了一个大概20多公分的一个自拍杆 这个自拍板 一可以延长你拍摄的运镜的空间 二来一点呢 在你自拍的时候可以显得点小 然后呢 在稳定器的底部 是带了一个两段式的三脚架 第一段可以增加你的持络感 第二段打开延长管角 然后增加你的三脚架的稳定感 这个稳定器它是带了2900毫安的一个巨大的电池 我记得还是2900毫安 总之可以支持10到12小时的拍摄时间 别忘了我用的是iPhone的MAX 还加一个巨重的手机壳 这种情况下是支持一整天的拍摄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那说这么大的电池就光是给稳定器用吗 想简单了 这个电池还可以当成一个充电板 你看啊 自拍板 三脚架 充电宝 手机拍摄的三件宝 全部集中在 INSAS360 FLOW的稳定器里边 是不是很省心 开拍前最后三件事 第一件事呢 把这个手机的背夹 加在手机 这是一个磁吸的背夹 第二件事呢 为了提升你的收音的质量 你可以选择一个高质量的无线麦克风 我用的是梦马的LUCK ME的无线1拖2 选择它的原因非常简单 这是我在市场找到质量最轻体积最小的 非常适合于手机使用 然后在INSAS360 FLOW的手机 稳定器的这个稳定器壁上 有一个专门的冷靴接口 可以完美的把你的无线接手机放在上面 然后第三步就是把它放在上面 每次手机吸到上之后会点开一个通知 然后呢自动来启动你的INSTA360的手机拍摄的APP 所以你就再也不用在手机上手忙脚乱去翻 去找你的APP了 一键三连 好吧 一键三连早起了 咱们咱现在就可以真正的拍一下去试试了 连好走你 加不加麦克风声音区别有多大 您现在听到的声音是手机加上外接麦克风的收音 那我现在把麦克风去了 你再听一耳朵 现在是没有外接麦克风 用手机内部麦克风录的声音 怎么样 这差别不小吧 这地方好看吧 这是在墨尔本东南方有一叫CAP SHANK的地方 是在半岛上伸出这么一个狭角 然后有一个灯塔 很漂亮的一个看海的地方 有好风景不一定能代表拍手好片的 很多人拿到最顶级的设备 最棒的手机 最好的稳定器 但是说发手 为什么我片的不如别人拍的好 你放心 没有人天生是一个好的摄影师 咱们可以慢慢学 在Insta360 Flow里边 新增了一个功能 叫创意灵感库 你看这个创意灵感库 它可以根据你的场景来自动试试 像我刚才走过这一片步道的时候 他认为这是一片树林 然后当画面里边出现这些公园里的设施的时候 他又开始建议这是一个公园 告诉你在公园里怎么拍 当我把画面变焦到海边的蓝色的海岸的时候 他发现到了海边了 您就这样照猫换虎 按着它那个拍摄的角度 一步一步照着去拍就可以了 您自己创意不会 抄作业咱还不会吗 抄着抄着 您就学会自己怎么会拍片子了 我现在拍这段车没有带麦克风 没带就没带吧 正好赶上夕阳的时候 海边开了一间沙滩排球的渔场 看了一帮帅哥俩在这玩儿 这感觉太舒服了 我们在这里开了一个小时的一样的电子 我们下头到了人次里面就升了 我们下头是那个玩具 在这里面有个大iencia 好几乎 我们下头就没给大家说 我跟学兹灭的人 现在就会给大家玩 好几乎 我们下头就会带我们下楼 好